嗯 大家晚上好 赞比亚2020年7月28号 晚上应该是17点41分 晚餐来了 感谢我们的 这个厂长和经理 给我无忧不止的关怀送来 每天给我送来三餐 那么就是菜汤 鱼饭 看着很清爽 啊 行了 行了 没有 算了 然后 这是 牛肉 白菜 哎呀 还有一个大大的猪肘子 明天早上的 炸菜有了 嗯 不错 康复 康复 我觉得今天还是很有胃口 嗯 不错 准备开饭 祝大家 和解安康 如果不幸 呃 感染 确诊了这个 新冠肺炎 我觉得也没什么啊 首先 你再仇 你再忧 你再担心 你再再害怕 大家都是一样的 第一 没有疫苗 这个 这个最次要到年底 或者是明年 才会有 第二 没有 康复者的血清 因为 中国的康复者很少 对吧 8万多人 在这个14亿人里面 就是很少 官方数据的话 你全球 1500万人 或者是将近1600 或者1700万人了 你放到78亿 全世界人口里面 也是很少 那么 康复者未必愿意捐资这些血清 康复者的血清 未必就是干净的血清 血清疗法是不是安全 这也是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治疗途径 就是这个特效药 瑞德西韦 好像美国人也不是任何都可以提供 目前为止 我还没支持阳光路德西韦 这个瑞德西韦这个状况 有机会研究一下 现在是不错的吧 然后其他的特效药 那么氯葵 或者是 腔氯葵 或者是硫酸氯葵 或者是盐酸氯葵 等等 它的一些化合物 盐酸物 那么 据 6月份 2020年6月15号以来的这些 医学界 或者是药学界的这些研究结果 过万里的临床试验表明 氯葵 腔氯葵 及其原生物化合物 对人体是有害无益的 所以说还在宣传这些东西 还在组装吃这东西的人 请大家 多上上 网查一查 那么特别是墙外的 YouTube 谷歌 你随便一查就能查到 论文 这个报告 很多视频 很多 这个 墙内的朋友信息可能就受控一点 但是我觉得 这个作为 医学 医疗 药品 生命 一些性命相关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 不要那么限制 好吧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准备吃饭 欢迎大家 订阅 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留言 大家交流沟通 而且呢 我来有个二维码 我更新一下回头 然后呢 保持 交流 保持 支持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 九病成一 而且我从 基本上从一月份 到现在 7月28号 半年多 180多天以来 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新冠 病毒 新冠 肺炎 确诊 诊断 药物 治疗的这些 路径 都有很多这些了解 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大夫 我不是医务工作者 我也不是 药物专家 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确诊的 新冠病毒的患者 那么 不敢说九病成一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隔离期间 闲得没事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 愿意和大家分享 愿意给那些 疑似或者刚刚确诊的 惊慌失措的人们 极其亲友 一些 切身的体会 一些 实实在在的交流 谢谢大家 欢迎转发 欢迎点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